台湿晚间新闻 我是林一如 好消息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 在今天再度宣布零确诊 没有任何的新增境外移入 还有本土个案 那么以每日确诊人数的趋势图来分析 我国应该已经挺过了 旅外国人反台的境外移入威胁 以及亲密列架之后呢 也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疫情 不过值得注意的 就是目前还有两例的本土个案 包括了案379酒店女公关 还有案336的社区女保全 目前都还没有找到感染源 成为了社区隐忧 所以指挥中心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刑 今天我们是零确诊 新增了两例的确诊的案例 今天还是零确诊 三个两天再宣布零确诊个案 进一步分析数据 就连本土新增病例 也已经连续第四天都是零 我们防疫会好 第一个是我们还要 人人是维持我们整个政策的透明度 那我们对专业的尊重 那我们很庆幸 我们有很好的CDC的一个防疫的团队 那还有我们在人民的一个素质跟配合 以美日确诊人数趋势图分析 我国已经挺过旅外国人 返台的境外一路威胁 前面廉价后也尚未爆发大规模疫情 甚至睽違一个多月 分别在4月14和16号 一周出现两天连确诊 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相较全球平均死亡率大约6.5% 台湾只有1.52%明显偏低 而我国患者的康复率39.2% 也高于全球平均的24.5%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还有两例本土个案 案379九点旅公关 以及案336社区女保全 还没找到感染源头 成为社区隐忧 至于其他8例 已经超过观察714天宣布结案 有这样的一个怀疑有可能 可是大家经过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 社区里面如果真的有这样情况 那就已经就会有个别的这样的一个群聚 不同的情况都会出得出来 不会这么久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 台湾成功锁出防线 九点牙一也颇文表示 实在令人惊艳 提到如果真要形容 大概是公元打球 打得不错的阿贝组队 然后拿到NBA总冠军的程度 总之超乎预料太多 现在就只怕猪队友 面对国际疫情严峻 指挥中心强调依旧不能掉以其心 记者陈子凡英里 反映三句小组台北报道